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五大三足的 你不是会打架吗 你大会啊 你过来啊 出去 把刚才话话来给我说一遍 今天呢 在房间 齐天 开门 齐天 田勇 你别那么冲 他心情也不好啊 我管他心情好不好 我告诉你齐天 十年来了 你就一个字做 说到底 你这个就叫育令治婚 你自己PUA自己的结果 但凡是一个 心智成熟的人都知道 这是一厢情愿 自己的欲 对自己的绑架 你不仅绑架了你自己 你还绑架了董依依 人家是个老实孩子 通情理 不好意思打击你 这反倒是给了你空间 使得你把董依依 绑架到了翠绿豪婷的风车上 我不许你这么说他 说了怎么了 再说一遍 还好你们结束了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齐天佑 你不配评价他 你也不配评价 我和他的感情 你懂吗你 你看 大家看到了吧 那典型的下半身 发酵的无脑人 就你好行了吧 你们都少说两句吧 咱爸都不这么说 我都知道尊重我的选择 你算老几呀你 他是老二 是你二哥 是啊二哥了不起 他多硬啊多牛啊 文学教授说实声导师 动不动就给你上课 还得是他瞧得起你 齐天佑我就问问你 这个架里面你瞧得起谁 过了啊齐天 你二哥还不是为你好 不然这大热天 跑过来干什么呀 我不需要 你要是好好说话 我就听 你要是不好好说话 你也别怪我口冷 你把嘴闭上 大哥 你也用不着 跟他一个鼻孔出气 我这套路对我没用 我就是看不惯他每天 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嫌弃这个 第四那个 齐的娇手 你除了恋嘴 你干过什么有意义的事 齐天佑你说实话 有养心吗你 咱妈刚自我一个人 跑深圳去谋生命 你哥赶紧做工作了 就凭爸这点工资 能养活这个家吗 当时你哥出国奖学金 都申请下来的 但他没去 为什么呀 他要不是养活你吗 供你上高中 供你上大学 给你买计算机 给你买这个那个 图什么呀 你今天这么说的 你杀人诸心是吧你 死不玩呢 赶紧给你二哥道歉 齐天总我告诉你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是 你冲我发什么火你啊 一回家就站我房间 你穿过衣服穿过鞋 你打糊涂炒到我睡不着 我叫你头脑简单 思织发达 你你你你那五大三粗的 你不是会打架吗 你打我呀你过来呀 出去 爸刚才话话再给我说一遍 爸 再跟我一遍 哎呀 哎 听说 听说 爸 怎么了 药 怎么了 爸 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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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赶紧回 药呢 快快快 这什么 什么 什么情况这是